上文书说道 旁边惊动了王庭青 一看蒙兄死了 从一马上阵 哎呀 煩奴 我要替我的蒙兄报仇 什么 我乃王庭青事业 你上那里送死看枪 双枪过去了 这双枪啊 是四个枪头 前面两 后面两 所以啊 这个兵人战孝了 不过也不好学 不好使 这乌和龙啊 在北国学艺十年啊 是老喇嘛 活佛朴风的徒弟 他比他两个哥哥 金蝉子 银蝉子 强力太多了 攻刀施马 不见 样样精通 马上布下 长短短打 全行 而且还不用兵 他比金蝉子 银蝉子 聪明 这次金乌珠 进犯大宋 就仗着乌和龙 书书乌安彪 乌和龙是谁啊 他是宋朝人 他正是 陆安州总兵 陆登陆子敬的儿子 叫陆文龙 三岁那年 被金蝉珠带到北国 收在身旁 当亲儿子养大 现在 这陆文龙根本不知道 他不是金蝉珠的亲儿子 这次 上阵卖命 他和王天庆 打了没有三个回合 王天庆 死在 乌和龙的枪下 这边又一员大喊的 出道将场 谁 汤回 汤回首旗勾连枪 他想 这乌和龙是双枪 我来个单枪破双枪 报名已毕 乌和龙双枪往里进招 再看汤回 啪啪 拨双枪 看枪 嗨 一进刀 万没想到 陆文龙不但招数巧妙 力气太大了 收双枪 啪 就是一下子 汤回 这枪拿不住了 呜 啪 亮亮亮亮 枪一出手 汤回下坏 血马往回跑 哪知道 乌和龙推马追上去 追个马都相连马尾 把双枪挂好 看臂防掌身躯 砰 抓住汤回来 看你打四套 担保用力 我怀一带 嘿 走马活擎 站在 岸桥上 血战 回归本部军队 扑通 把汤怀往地上扔 翻兵呼拉过来 用脑勾 嘿 一搭 干什么 要把他活多 汤怀 不能站成 心想 我不能落在金军手里 落在他们手里 生 不如死 难免受容 这手机眼快 苍了 抽出 雷下 保镜 横在伯将上 大哥 元帅 小弟走了 你替我 报仇 汤怀 刺尽身亡 把番兵吓一跳 好厉害 这南门 可真行啊 都挺背后 击不住 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岳飞的盟帝 来 人头阁下 挑在营门外 好力 三军 吴和龙 血马又回来了 这下子 岳飞没腾死啊 众将都急了 崔一马 赶到窃进 谁 何元庆 手轻拔弄梅华 两边锤 都罢明星 轮锤就打 何元庆立下来 吴和龙一点都不在乎 双枪 巍巍 拔一手双锤 一手扎 一手打 两人打在一块 岳飞心里难过 思念堂怀呀 心想 哎呀 这个吴和龙 太厉害了 什么人能 战败他呢 他正在合计 将长一奔胜败 被乌和龙 反手一边 打得何元庆 报安吐血 败阵 归来 四天亮上去了 没有几招 大腿撤拉 得划了一道口子 也回来了 余化龙 催马上阵 站了几个回合 一看不好 心想 我何不用 镖来伤他 虚荒一枪 拉败事 假装败走 随后 枪交左手 右手 抽出三只金标 战 江城大雪 吴和龙就知道了 这是假扮 狂乎 我追赶 追 很快 追刀切尽 余化龙已经够部署了 猛然在马上一扬手 搜 三只标 发出去 分为上 中 下 一般人躲不开 吴和龙 就得说年轻眼尖 一看 余化龙 金头一动 吃得不好 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条 躺在马背上 眼看三只标 搜搜搜 从上面飞过去 余化龙 坐下来 啊 想用标伤 我要你命 余化龙想 得 今后我的金标将 也别叫了 学马 吹马 败回本部军队 三只金标 也不要了 吴和龙不答应啊 提战马 追过去 月云这么一看 言 是双枪 这小太厉害了 看我的 提战马 轻双吹 赢了过去 看 站住 来将 聪明受死 我乃双枪将 吴和龙 你是什么人 吴和龙 看着月云 嘿 长得阴娃娃样 这的锤个可不小 心中听喜欢 问我 你家金锤小太宝 我叫月云 你就是月云 这是踏和铁蜜 无名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 找你不到 学你不着 你自己到这来了 你知道我干什么 我端你钱 我问你 金蝉子 盐蝉子 是不是死在你的手里 不错 锤镇盐蝉子 拔的锤锤镇 金蝉子 有我一份 我要替我的两个哥哥 报仇 什么什么 金蝉子 盐蝉子 是你哥哥 是我的胖兄 不对 错了 你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你管得着吗 错种了 我先回去问你爹去 大概不对 哎呀 你敢骂我是你 看枪 吴和龙 双脚点 马往前撞 手中双枪 一个扎 一个打 吴就过来 月云急忙 雪马往藏一闪 三手水 咱咱一崩 这手被吴就砸下了 脸马打盘悬 站在一块 吴和龙 连迎六阵 乐坏了 蜿蜴烟 吴朱 心想 我这儿子 太厉害了 香妖 胡天宝 王天静 逼死仓怀 伤了 何元静 傅天亮 败走 于化龙 牛头山 要有我这三儿子 我不早就把赵构 抓住了吗 要是能打败月云呢 我这支队伍所限披靡 不对 月云军人才继继 我这边修指着乌和龙 元军不道 可别把他伤着啊 别忘了牛头山的教训 我儿子金蝉子 力胜月云军十元大将 打了月飞高挂免战牌 后来 来了拔大锤 锤阵金蝉子 我才伤了元气 千万别 重蹈覆辙呀 不行 来呀 鸣机收兵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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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锣声响 再看乌和龙 晃双枪搏战马 姓月的 我父王收兵了 明天再战 绝马回归本部军队 月云没办法 也赶紧回到自己门旗下 再看金兵 敲着德胜鼓 唱着德胜歌 吹着号 呜啦哇 光光光光 人家回营庆贺去了 再看月军这边 一个个搭了脑袋 咬到孤红了眼睛 死者抬到营中 成练起来 受伤的赶紧调制 无精打采 推头嗓气 回到军营 纵将翟盔卸甲 几数以地都没心吃饭了 这边停个棺材 那边放着伤员 这可怎么办 一夜都没合眼 次日天亮 乌和龙 讨掉阵 没办法 岳飞告诉 车门战术 张建 月云 不能让敌雷上阵 敌雷缺心眼 怕伤着 紧袍将月云 这边天王董仙等人 轮流九战 病人 只要碰着双枪都被沾上就受伤了 正在束手无策 多亏了 大刀 光临 赶到疆场 干嘛来了 找义兄 跃云了 现在光临长大了 能力也大了 换一些重将 大家闯口气 光临上阵 一口青龙艳艳刀 和陆文龙 打个平手 但是 想赢 办不到 正打在难分难解 难离难散之际 赶巧了 陆文龙的枪尖 点在光临的马后球上 战马受伤 落荒而走 岳飞的心又凉 可算来源大将 能和陆文龙打个平手 结果 落荒而去 没办法收兵回营 这回 岳飞不能出战 岳飞回到营潭 自我卧不明 惊动一个人 谁呀 这次岳飞军出征啊 军中多了两名文官 一个是行军大夫王佐 岳飞的蒙地 另一个叫薛碧 他是参谋 这俩虽然是文官 岳飞江场打仗的时候 他们都立在门旗下 观看战情 好可岳飞 好可岳飞除毛化色 王佐见岳飞愁眉不展 江场打了外扎 自己 送我卧不明 晚上回到帐内 用罢晚饭 独队孤灯 心里在想 我的武功 实在拿不出手 我是文官 能办点什么呢 怎么能给元帅分油解愁呢 金无珠 大兵压境 乌和龙这么厉害 那个乌和龙 不向无珠 是情儿子吗 能不能是 聪明中原裸去的孩子 收在他身旁 要这样的话 要有人进去离间 把他收过来 可是我们的把力啊 这件事怎么办好呢 他信手 在兴军书架上 抽出一本书 拿过来一看 是春秋 翻开一页 上边写的是 要离断臂 刺庆祭的故事 哎 王子我眼睛一亮 我何不学以古人 自作一臂 到金营去 苦肉计 骗则乌珠信任 我手在身旁 有机会刺杀乌珠 更好 没有机会 查一查 乌和龙的身世 他若真是宋朝的人 我可以把他收乡 送迎 对 这事要跟元帅说 元帅不能干 岳飞这个人 最重义气 不会叫我 砍去一头胳膊 嗯 我得来个仙斩 后头 书本 放在书架上 一伸手 摘下宝剑 文文宝剑 不是干别的用的 是喝酒 谈剑 做歌用的 今天用它 要自作一臂 这多大恒心啊 我虽然失掉一只胳膊 上报君恩 下伏林林 终对得起元帅 对我两次活命之恩 做哪个胳膊 我是文管 如果这一剑 砍去胳膊不舍 第二剑 我就卡不了了 嗯 断左臂 就在这块断 胳膊弯这块 微微一炫 胳膊就能下去 他准备刀枪弹 袖子王起来 宝剑离侠呀 绝起剑 咔的一大 微微一动 胳膊下来了 大笑一声 昏倒在地 鲜血之流啊 正巧啊 老家人王德 给他送水 屋里扑通 哎呀 怎么了 王德赶紧推门一卡 啊 怎么满地是血啊 主人 主人 王左现在昏过去了 一看 胳膊在桌上放着 人躺地下 老家人明白 赶紧用绳子 把这紧紧勒住 旁边一样 给他护上 过了一会儿 王左起来 脸色苍财 汗珠子 顺着额脚 往下之滚 哎呀 主人 你 你干什么了 坐胳膊干什么呢 喂喂 别说 你扶我走 我找元帅 哎 主人哪 不要讲 哎 王左把这只胳膊 躺在袖子里 这个袖子 晚了晚 记住了 王德扶着他 问元帅起大 元帅没睡觉 坐在灯前 正犯愁呢 张宝出来了 呦 王大夫 您干什么 我要见元帅 哎哎 元帅 王大夫来了 好 叫他请进 是 王德到门前止步 王左身体晃了 来到了寝上 呃 参见 元帅 嗯 王左 晃一只胳膊 那胳膊不动 元帅心想 行礼应该双手 哎 都熟了 就甭讲这些 请坐 王左 坐下了 贤弟呀 你没睡觉 到时候有事 你怎么了 你颜色这么不好 哥哥 你犯愁 兄弟更吵起 这乌合龙这么厉害 我军中 无人敌塔 小弟 心刺油肩 为了报仇朝廷 为了拯救破碎山河 小弟要学 道离断地 刺庆祭的事 自作一臂 到金阳卧底 啊 这可万万使不得 兄弟 这怎么能行呢 一将无谋 累死千军 啊 与兄无能 不能连累 贤弟你残废 哥哥 我已经把胳膊 砍起来了 你看 啊 兄弟呀 你别看岳飞 吃成疆场 杀金兵 金将 都不带皱眉的 如今看 王左 断臂 这胳膊放着 岳飞这嘴口 哆嗦了 兄弟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哥哥 别说了 你要不让我去 我的一头蹦死 我已经成了残废人 我留着有什么用 我如果能杀死金兵猪 总为国立功 说反了乌鹤龙 我也算报销调停 两者都不能 我只是损失一刀 胳膊又做了什么 不不不 兄弟 如果你被金兵猪看破绽 心命难报 快 回后边养伤 我再说一点 你要不同意 我就一头碰死 好吧 贤弟呀 这样忠勇之事 叫御兄 感动 你要保重 我静听佳音 还有 我走之后 我要出战 要高挂 免战牌 听我的消息 好 张宝 在 把这条手臂 悬挂营门 号令 三军 是 张宝把胳膊拿走了 王左说 兄弟我 告辞 岳飞 派张宝 王衡 秘密的 把王左从后门 架出去 绕到份前敌 离两军阵前 河界线 不太远了 张宝 王衡 才回来 岳飞告大家 眼熟秘密 不许说 第二天传出来 说那王左 身在宋营 心陷无助 故此断去一臂 以示警告 营中不知道怎么事 说三道四不提 再说王左 被送到了河界 就从宋营这边 往那边走都走不动 伤口疼痛难忍 这两个胳膊 走路方便 伤一只胳膊 不平衡 只摔根头 尤其是天寒地冻 不知道摔了多少根头 呼吸散乱 气气奄奄 好不容易 连走在塔 倒在乌珠的 人外 坐在地上 忍着 天光快放亮 王左嚎啕痛哭 天呐 天觉我王左 君族 往里边给四郎主送信 就说 宋将王左求见 天光放亮 听见海声 人们赶紧过来查看 耶和 这浑身是血 你叫什么 我叫王左 你要干什么 我要见郎主 有要事先告 你 你见郎主 你怎么进去 我这胳膊 被 岳飞砍下去了 好 等会儿啊 有人赶紧往里面送信 屋主刚刚起来 喜树一闭 还没等生账了 哈密赤在旁边陪着 郎主 外国一人叫王左 说被岳飞砍掉了胳膊 要见您 王左是谁 对是 你知道吗 哈密赤是中原东啊 这个人太有名了 这个人哪 嗯 很有志谋 当初保的洞庭湖 扬腰 岳飞打洞庭湖 可能 王左 归了大宋 他来干什么 是啊 他到这儿 我是见 是不见的 不能见 君是大残呀 跟岳飞是磕头马兄弟 看来 一定 其中 有仗 不见 说他胳膊被岳飞砍断了 我不见何事吗 砍断了也不能见 千万别上当 免得苦肉鸡 不 我要看看 到那 你在我身旁 那么见机行事 嗯 那也好 就这么 哈密赤跟着乌珠 直奔营门外 离这和解不太远 就看见地上坐这个人 身上有血 脸色苍白 胡须打乱 头戴青金 身穿长衫 你是什么人 要叫本王有什么事 哦 王左一看心不住 叩头捧地 哎呀 小臣叫王左 抱得是洞庭湖扬腰 因为岳飞 九山 山坡 加拜 小臣不奈 头相归顺 怎奈岳飞 心存歹意 不肯住用 近几天 和四郎主交战 宋将 伤亡数人 昨夜 岳飞 召集中将 伤一对策 小臣 进中言 我说 和金军交战 是一轮即时 白白送命 不如两下一盒 隔让火土 那时的岳飞 立刻瞪眼 说我 私通金国 断去我的 祖壁 并叫我 到金营 给狼主送信 他说 不日 要活擒刺狼主 杀向惠宁府 踏平金国 小臣说不去 他要断去我的右臂 故此 特来告知 说完 放声动哭 把胳膊袖子 撩起来 就乌珠验伤 乌珠一看 太可怜了 大骂岳飞 岳鹏举了 你可以把他杀了 不应该剁去一只胳膊 你太残忍了 戴安 今天领兵杀劲 宗养 旁边惊动哈密赤 一捅乌珠摇眼 郎主 郎主 干什么 这边来 哈密赤把乌珠领到一旁 第一次音声说 郎主 小心中计 这是苦肉计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王左和岳飞是哥头把兄弟 他能投降我们吗 你这话不对 苦肉计 我知道 周瑜打黄盖 定的苦肉计 那是打棍子 打板子 有剁胳膊 砍腿的 你查查历史 你看哪有苦肉计 剁胳膊的 有啊 春秋上写的清楚啊 要离断地 刺心机 那 那是春秋时候 那个人都傻 现在人肩 没有干着事的 要不然这么晚 我把你胳膊砍下来 咱俩进个苦肉计 你到宋营去 嗯 我不干 这不是完了吗 不可不防啊 嗯 无助说 我心里有数 你懂不懂 买千里马骨的故事 我把残疾人都收下 将来宋营人必然来头 许明 到宋营前看看 有没有王左的手臂 是 君族跑过去 看王回了报告 有 在这吊着呢 好 王左呀 你为本王 拾去一条旁壁 我供养你一辈子 你命太苦了 我封你为苦人儿 呃 谢郎主 从今天起 你在我营中 到处回家 供养你到老 呃 众将官 传本王将令 苦人儿到哪 你们要好好的招待 伺候 是 要人把王左架起来 快 送到后边 智商 王左一颗心 挂到肚子里 心想 新乌珠啊 你是死催的 只要你留下我 就好办 就这么 王左在乌珠营养伤 岳飞不放心啊 派人暗中打看 一看乌珠营外 没有划出王左人头 就知道没有性命危险 因为数九寒天 不易交代 乌珠吩咐 暂时歇兵 春暖花开 再交战 王左一会儿 到军中半个月 伤势养好 可以随便走动 乌珠 发开腰牌 上些苦人儿 挂在腰间 每到一处 把腰牌一亮 君族还请欢迎他 哟 苦人儿来了 到这坐一坐 跟我们讲一讲 中原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王左以说书 讲故事为名 挨个帐篷 串来串去 乌珠派人一打开 见王左 没有刺探军情的意思 也就放心了 这天 王左想 不在理了 我应该看看双枪架 乌和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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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